大家好,我是熊猫观察员宋陈 今天我来到了中国香港 这里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可以看到身后就是博物馆的大门了 它采用的是与故宫文化相呼应的珠红色 同时运用了创新的手法保留了门钉的设计 整个建筑的外观也都是传统与现代相碰撞 那么这个博物馆当中究竟有怎样的文物呢 跟我一起进去看看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于2022年7月3日正式开馆 这里展示900多件来自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文物 同时也定期举办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珍品展览 他们与故宫珍宝交相会映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推动着中国艺术的研究和欣赏 并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紫禁城的一天从什么时候开始 当然是从起床开始 皇帝开始一天的工作 希望能够海燕和清 太平有向 玉花园是后妃们游玩的去处 又怎么能少得了奇类项目的助兴呢 寒冷的季节 紫禁城里怎么少得了火锅呢 乾隆帝一年可以吃200多顿火锅 这个数量大约只有川渝地区的小伙伴们 能够一战了 吃饱喝足了 精神世界也要丰富起来 书法让传统文化继承发扬 也让人们的艺术修养不断提高 通过刚才的参观呢 我对紫禁城内的一天 有了更深的了解 同时呢 也对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 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呢 现如今呢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已经成为了中国香港 一个新的文化地标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啦 我是宋陈 我们下期再见